刚刚这个发力不对的 你干嘛 放尊重点 别催了别催了 气管这不就来了吗 今天这位号称 球场董卓的高手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跟他打一场球 来了 老板您好 老板您好 向您打听的人 球场董卓您知道是谁吗 他不跟他为了 不过现在我们不叫董卓了 在他下面活 有啥呀 就是他为了 那您能帮我一场比赛跟他打吗 他不随便跟人打 他只跟有比赛有朋友 不然他就能浪费时间 那就有他了 那我们自己来吧 就算他哪里见过 见过就对了 你女儿应该打球啊 要不我教教你啊 刚刚这个发力不对的 你干嘛 放尊重点 没有没有 我们又没有试一试啊 就想教教你嘛 教就算了 要不然打一局吧 就算了 一般是跟职业的打 跟职业的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两个打一局 如果我赢了的话 你就带我见见职业选手 可以啊 怎么哪个 都带你见见 但是 万一你输了 这种说 到时候打球 我也不点小你 你感觉 打吗 居然没被吓跑 来来 之前呢 分析的你说一句 一般平打 男生要让你先后一 但是我 让你后二 行不行 我先开球 好家伙 闹这么一拳 你不累吗 来吧 round one 要让你后二 我就先开了 看懂了吧 美肝都是中立 将您 绰绰有余 就到会让你后二不 后一后二 去面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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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对开吧 小公娘 还蛮好的嘛 小公娘 是不是蛮喜欢 打着打着好的打出的 小屁 来点事 前来我都不交的啊 你不需要让 哇 蛮质的吗 这个小公娘 唱了声音声的 这个手 现在就看你 这个方式了 我让你画 我来 还这么做 还这么做 来 啊 你看 这 这 小姑娘先不要打13 他打12 黑霸只能品一把準度了 跟你說不要打13 那8號球多難打 是吧 小姑娘 可以的 但是呢 剛剛那12號的問題啊 要跟我多學學啊 有必要嗎 首先 踩球是身體運動 球技球品同樣重要 但不管對方是男生女裝 起碼還是尊重對方 姐姐 他們都有外號 我們是不是也得起的 敬安排小瓶 好